嗨 大家好 欢迎来到丰盲科技 我是小姨 现在我国的交通网络非常的多种多样化 除了之前的公路以及铁路之外 现在又多了高铁和地铁两大选项 高铁更多的是连接两个城市之间 地铁就是更多在一个城市当中 地铁最大优势就是在于它的交通路线 不受地面上或者其他车辆的一些影响 能够在速度上有所保障 其实地铁和高铁一样 都是我国交通建设当中兴起的一个行业 也因此并不是每个城市 都能拥有地铁这样的交通路线 今天我们要说的是 天津新建了一条地铁路线 天津作为我国东部的城市发展 比较快的并且发展也是非常的好 那里又建了一条地铁路线 最主要的功能是干嘛的呢 在这些东部城市当中建立新的交通路线 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为了缓解交通压力 因为大城市当中知名度高 因此这里居住的人 就多并且还要想要到那里的人 就增加了他们的交通压力 而天津新建的地铁路线 就是地铁四号线 是他们城市连接西北至东南方向的一条骨干线 这条地铁线路的全长有4 是1.04公里 在这当中有一期就是有19公里 而这19公里的线路 一共设置了14个车店 单独提及这一期路线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这里的最先启动四号线路的南段 与我国大多数交通选择建立的方法一致 都是分了非常多的段落进行分开共同运作 而这样的运作方式能够保证工程的如期完成 也就相应的减少了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天津铁四号线的线路线能够和他们的2359号线完成换成 这样就可以在客流量的程度方面 给他们地铁线路带来相应的减少 并且由于这一期的工程建立 就能够把每天的客流量增加到30万人次 为了缓解大城市的交通压力 地铁四号线就在2017年正式启动 并且由于现在的一些比较先进的建议条件 和快速建成程度 就有希望在2021年完成正式通车 这条为了缓解交通压力的线路 也给人们带来非常大的出行方便 你是怎么看的呢 好了 今天大家介绍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